如果我有說謊的話 我絕對會消失在台灣的演藝圈 性侵案大逆轉 證明本土藝人馬又欣 沒說謊 去年7月同劇演員唐紹軒指控 遭馬又欣以討論劇本為由 性侵得逞 出示照片 雙腿滿是瘀傷 讓演藝圈大震撼 更讓劇中飾演反派 馬又欣形象大崩落 整整8個月來 一個通告都沒有 損失將近上億元 不堪名譽受損 按鈴提告 彰化檢方調閱通話記錄 發現雙方以老爺夫人相稱 言語親密曖昧 看得出來是交往中男女 加上事發後 還與有人一塊用餐 根本看不出撕破臉 檢方調查女星唐紹軒 原來腳踏兩條船 擔心戀情曝光才反咬性侵 那為了保全自己的 跟當時交往對象的情侶 那是捏成他被性侵犯 我在等事發環化公正 我也希望說 事發環化公正之後 能夠讓社會大眾知道 能夠讓我的害徒家知道說 我並沒有做這件事情 如同韓國朴友天性侵犯翻版 戲劇張力比本土劇還精彩 被依誣告罪起訴 假使判刑確定將面臨七年刑期 前經紀公司表示 唐紹軒已經淡出演藝圈 目前在幼兒園當老師 截稿前還無法聯繫上本人 為了掩蓋劈腿事實 無控性侵 自己也將付出代價 記得連家慶 台中報導